林丹交了一个 刚才你那个球压下网了 这球要这样打 林丹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前面铺垫的一个点沙 某顶位的沙子线 现在跟林丹打的确实比较难 所谓难的话就是说 你现在找不到林丹的什么突破口 就是说他哪个点或者哪个位置比较薄弱 现在很难 进攻他防守能力现在相当强 拉掉吧 现在确实林丹的速度各方面稳缺性也强了很多 稳缺性稳定性 对 防守的话难度更大 林丹本身他的进攻估计性就很强 也难度更大 所以现在一般对手跟林丹打的话都很头疼 包括像李宗伟 这么高的水平运动员 确实他跟林丹打 他也很头疼 就是一遇到林丹就感到一股寒气压过来 就是等于像唐姆斯杯这样高水平的比赛 李宗伟碰林丹 确实也是没什么招 对 没有什么更好的突破点 突破口 对 他没办法 林丹 林丹的防守滴水不漏 进攻又非常犀利 过去的话林丹还是从拉掉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漏洞的 比如说他的稳缺性 他的这种耐磨性确实也有漏洞 但是他现在就是稳缺了很多 通过他平时的训练很扎实有关系 他自己经常加练 利用多球 定点的训练 以前他的往前还是比较粗的 对 是 他跟李宗伟跟陶飞克这样的打 他都很有意识地避开人家往前 对 现在的话 对 他现在他 通过他自身的努力 通过训练之后的加练 他往前也大大的弥补过来 也形成了他一种得分手段 头顶位的沙子线 林丹 这种球真的是威力非常大 让你一点折都没有 打对方的措手不及 陈耀昆打这些高球的弧度一定要掌握好 不一定要是这么平这么快 你越快的话 对方过来球越快 你根本就是回防你没有点时间 纵观左手运动员 头顶是他的一个弱项 但林丹已经把他练成一种强项 就完了 你看他老打头顶这个球老是太平 变化非常多 你看他速度比较快 一转身打这个球 而且直线对角 线路一变化 他把陈耀昆根本 措手不及 绑不住 同样是往前放小球 这个林丹的整个技术的成熟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球陈耀昆显得信心也不太足 可能也是因为比分落后比较多 林丹现在不管是你往前还是后场 高低平快等等这些 他做出来好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这样的 没有一种 就是说你突然我决定要做这个 突然被动的要做一下这个 他没有这种感觉 步步为营 对 这是一个主动球的失误 陈岳坤 林丹给他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本身啊 从现场 从这个对手 作为陈岳坤来说 本身就带着很大的压力上来 对 假动作的调球 一气性非常强 这是第一局的比赛 虽然第一局呢 落后分数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陈岳坤呢 还是要拿出自己的权力来 哎呦 漂亮 一个转身 江瓷 好的 突击直线 突击直线 林丹这球虽然没防住 但这个回合看得出 这个回合漂亮 他还是很主动的球 也是陈岳坤这个球也是勉强的有点突击 好 继续比赛 十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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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林丹的突击确实很快 对 他总是比你的 一般人的启动 还要快 快那么半拍 打时间差 对 你总是感觉 跟不上 哎 还没完成动作 他就球竟下来了 球竟过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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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花 先要滋养根部 就好像照顾牙齿 先从牙银开始 益铁至尊 毛糖厚香糖 添加维生素C同E 比牙齿牙银全身体验 香甜西有口味 新鲜上市 新的惊喜就在伊利巧乐滋 新口味巧炼果加入蓝莓果酱 沉沉滋味 无限陶嘴 喜欢你 没道理伊利巧乐滋 人头马VSOP 跨越心极限 吃面 为什么不吃得健康一点呢 湾仔码头创新推出冷冻面 开创健康新时代 与众不同的非油炸冷冻面条 原汁熬煮的牛肉浓汤 还加上真真实实的大块牛肉牛筋 和爽脆的西南花 营养健康真材实料 哇 好多料啊 噗 好多料啊